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现代人物质生活丰富 而精神生活缺乏 心灵空虚 无所适从 反而不如故人的精神生活充实 他问这是什么原因 如何改善 这个问题是纯粹的教育问题 中国议语又说 人与禽兽集系 这个意思就是人是个动物 禽兽也是个动物 人跟禽兽差别在哪里 就是在教育 换一句话说 人如果不受教育 生活还不如禽兽 这有不少人都曾经体会到 感觉到自己做人 不如一些飞鸟啊 像我们在外国看到天鹅 看到这些野鸭 看到这些海鸭 他们生活那么样的悠心 那么样的自在 总觉得我们人不如他了 这是真的 一点都没错 人为万物之灵 最可贵的就是他有能力接受教育 教育的内容一定是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教我们 教我们如何跟人相处 如何跟这一些动物相处 如何跟大自然相处 不明白 这不行啊 一定要清楚 要明了 将我们做人的本分 能够做到圆圆满满 这个人就有价值 有意义 精神的生活 才能够充满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儒家的教学 你看孔老夫子教学四个科目 他的四科是有顺序的 决定不能够颠倒的 ……第一呢 是德行 德行 是做人的根本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伦理道德 是做人的标准 如果要是把伦理道德捨弃了 实在是 人给其他动物没有两样 这古人说的很不好听 叫衣冠禽兽 这个样子像个人 穿人的衣服戴人的帽子 心形跟其他动物没有两样 对宇宙人生真相是一无所知 动物在佛法里面讲 它只是受报 而我们人不但受报 而且还要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那个苦骨就不堪设想 所以人如果没有受到教育 真的反而不如亲手 这个是我们细心去观察了 都能够体会到的 也能够肯定